第376章 低级绿茶 平日里唐年可是一个人能够肩负得起整个铺子里面的事情来的女人 力气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 虽然比不上顾灵 像二房这样娇生惯养的人 被唐年这样狠狠地一捏 疼得瞬间呆呦大叫了起来 灵儿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唐年没想到在这样疼痛的情况下 他竟然还能够继续演戏 简直快要佩服死他了 虽说自己此时此刻的举动可能会让二房起一心 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能错过这机会 这次可是给平日里 他对灵儿的所作所为报仇的好事迹 唐年的目光冰冷至极 让人如置身于九树寒冬一般 二房从来没有见过灵儿这般模样 心坚而猛跳 平日里的灵儿若是遇到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可能做出眼下的这些举动 唐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地下拿起方才摔碎了的茶杯渣子 还未等二房反应过来 便放在了他的脸颊旁 你干什么 果然当涉及到自己容貌的时候 二房的目光瞬间变得慌乱了起来 语气也不像方才那般娇滴滴 其中带着无尽的害怕与恐慌 唐年微微勾唇 倒是很满意此时此刻他的反应 不是那么会装吗 继续装啊 他用渣子轻轻地在他的脸颊之上滑动着 二房的身子死死紧绷 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告诉你 你要是敢划破了我的脸 我就告诉你爹 到时候他肯定饶碌了你 刻在骨子里的阴狠歹毒 尖酸刻薄的劲儿 终于在此刻显露无遗 唐年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让人渗得慌 他的手依旧不停地在他的脸上游离 没有丝毫地放松 哦 若是我乖乖地答应他嫁给薛家 你觉得他会对我怎么样吗 唐年不急不缓 十分平静地说着语气之中带着几分嘲讽 眼下这个唐家就只有他一个女儿 若真是想要换取什么利益的话 也就只有让他出马嫁给薛家 在这个接骨眼儿上 他爹对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这样一来 必会引得薛家轩然大目 刚才的二房也对自己讲了 这薛家的背后势力到底有多么强大 那他们断然也是惹不起的 二房没有想过平日里面一副傻兮兮 只知道交哄跋扈的灵儿竟在此时此刻 也会懂得这些道理一时之 脸上全是震惊 见着他这服样子 唐年的心中自然是越发的高兴 像这种人就是以大欺小 以强欺弱 也就只有唐一那种人能够看得上了 还别说 他们两个人可真是般配啊 你 你 或许是因为太过于害怕的缘故 此时此刻二房连说话都有些说不清了 唐年却依旧嘴角勾笑 淡淡地望着他的眼 在心里盘旋了片刻以后 他这才鼓起勇气 从牙缝之中吞吞吐吐地吐出来了几个字 灵儿 我们有时好商量好不好 你想要什么 娘都给你 你别冲动 唐年听到这话以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 引到二房的身子忍不住微微哆嗦了一下 虽说在这时候 唐年确实可以直接把他的脸给化残 毕竟若是灵儿的话 是到如今 二房还这样来刺激他 或许灵儿也做的这样的事情 我若是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放过他了 那岂不是太没趣了 原先这个女人对灵儿所做的一切一切 他都要一件一件地还回来 随后他便把手中的渣子给扔在了地下 松开了一直捏着他手腕的那只手 淡淡地说了一句 走吧 被松开了以后 二房这才如是重负 站在原地喘了几口气以后 立马离开了这里 唐年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 本以为有多么的难对付 可是没想到只不过是这样低段位的绿茶而已 可是这样也好 如果是以后出现了什么事情的话 他也能够在以最短的速度里面 想到最好的办法去对付他 像二房这样的人 倒也不用花费特别多的心思 只要小心提防着就好了 而且此时此刻唐年并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他更想要知道方才的那些糕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想让其他任何人再进来继续打扰他 唐年直接找了一把锁 从里面把门给锁上了 这样无论是任何人进来都得经过他这一关 等待着这一切做完了以后 这才再一次把东西全部都放在了桌上 子子细细地研究起来 唐年右手撑着下巴 自言自语地分析了起来 会不会这唐儿其实就是灵儿他娘的人 就在他刚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眼眸之中便绽放出了丝丝的光亮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刚才他所观察到的细节 唐儿看起来算得上是挺漂亮的 可是细细地观察片刻 不难看出他的妆容非常的厚重 好像是在刻意遮盖着什么东西 唐年能够想到的就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他想要用妆容遮盖住自己的怜迹 第二个就是他脸上或许有什么非常明显的标记 害怕被人认出来 子子细细地想了片刻以后 唐年还是觉得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这样一来的话 也和这个唐儿是灵儿他娘的人说得通了 可若是如此的话 唐儿为什么要给我下毒呢 一想到这里 所有方才所得出的结论 又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里面 唐年有一些懊恼地抬起手来 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想让自己集中全部的精力 想了这么半天 着实也有些筋疲力尽了 可方才的茶碗都已经被自己给摔在了地上 唐年掀起眼皮来朝着四周望了望 在发觉此时此刻 在一旁的木桌之上也有一堆茶盏 随后他便起身想要把那堆茶盏给拿过来 可是谁知道他刚起身的那一瞬间 又因为用力过猛 把方才桌上的糕点不小心给全都弄在了地下 唐年简直都快要无语了 额间三条黑线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一会把茶盏给摔碎 一会又把其他的东西给摔在地上 他有些无奈地重重叹了一口气 最终只得先蹲下来 把这种地下的东西先弄干净 免得等下自己不注意 又划出个什么小口 可就不好了 谁知当他刚蹲下来 用手仔仔细细地收拾着地上的这一摊东西的时候 这才发现糕点全都碎了 心头狠狠地颤了一句 他的脑海之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按理说这些糕点应该是软软糯糯的才是 为什么一到地上就碎了 刚才自己用侦测毒的的时候 这些糕点也还是软糯的 怎么到了此时此刻竟像那些茶碗一样 这一切都太过于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唐年为了避免这些毒 可以通过接触而引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从一旁拿起了一根竹签 仔仔细细地挑起了这些东西来 这不挑还不知道 这一挑竟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几个小纸条 若他猜的没错 这些小字条方才肯定都是藏在糕点里面的 唐儿把这些字条藏在里面 就说明这些毒应该不会通过接触而中毒 想到这里以后 唐年刚刚一直高高悬挂着那颗心 也终于坠毁了心窝 随后便直接把那些字条给拿了起来打开查看 发觉这字条上面只不过是有好几串数字 根本就没有什么字 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唐年一个脑袋两个大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 他怎么可能会解得出来这些复杂东西 而且若这人真是想要帮助灵儿的话 按照灵儿的智商也不一定能够解得出来啊 这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本以为所有事情都有了一个转机 没想到到这里又陷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 唐年简直要欲哭无泪了 都说做其他的他可能还非常在行 可是做这些他根本就没有去接触暗语这方面的东西 作念啊作念 唐年又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就在此时此刻 耳畔突然传来一个石子碰到墙壁的声音 他的警惕性瞬间提高 随后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刚才由于自己想要不被别人打扰 已经把门窗给紧闭了 想来无论什么事情 还是先把这些东西处理好了才行 唐年以极快的速度 把碎在地上的这些东西全都处理完毕 谁知在最后还是不小心手指被划了一个伤口 真是倒霉 可他此时此刻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立马来到了方才发出声音的地方 发现在不远处这个窗户正对着的台阶上 顾灵正站在那里望着自己 眼眸之中瞬间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心里冒出了些许的期待 真是来得及时 想来顾灵平日里总是会接触这些东西 他肯定能够破解其中妄妙 唐年把身子探出窗外 仔仔细细地看看 发觉周围都没有什么人以后 这才对着顾灵轻轻地点点头 示意他可以进来 想来也是因为唐一偏心 所以把灵儿的院子设在后面这么偏僻的地方 所以才让他们现在有机会可以见面 想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祸得福了 顾灵看到唐年的眼神提示以后 于是马上明了轻轻点头 即便如此 他也一刻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心 依旧非常谨慎地朝着四周看了看 发觉确实没什么人以后 这才从那台阶上一跃而起 以极其厉害的轻弓飞了下来 然后来到了唐年的卧房之中 唐年满目惊喜 关上窗户以后 拉着他强有力的手臂来到了桌前 有什么收获 顾灵见着他如此一副火急火燎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问道 唐年若导算斑连连点头 回答道 有有有 随后便一五一时地把方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顾灵 顾灵听完以后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接过唐年递给自己的那几张字条 唐年用手撑着自己的下巴 看着那些字条 皱着秀眉开口说道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方才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顾灵只不过是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两分钟以后 随后便对着唐年开口吩咐道 纸笔 唐年顿了一秒随后立马反应过来 立即拿出了纸和笔 放在了顾灵的面前 顾灵随即拿起笔来 在纸上洋洋洒洒地写着什么东西 唐年的视线一顺不顺地盯着那张纸 一时之间竟发觉顾灵的字有些好看 嘴角尽微微地勾了勾 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顾灵写的那些字上面 出来了顾灵只用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便把上面那些暗语给全都写在了那张纸上 可此时此刻唐年全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还心想着顾灵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看的字 见着唐年一直嘴角勾笑 并未回答自己的话 顾灵的剑眉不觉得微微一挑 低谋望向了女人 这才发觉他正一脸花痴样的盯着纸上的东西 男人抬起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他的面前晃了晃 柔声问道 怎么了 听闻此话 唐年这才终于从自己的世界里面反应过来 连连摇头尴尬地说道 没事没事 他正了正脸色 这才再一次把视线放在了那些画上面 嘴里不自觉地开始读了起来 我是阿渡 一入夜 我便带人来救你 唐年鼻梁之上的树纹 不仅变得越来越浓 他着实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串数字 竟然只有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阿渡 唐年忍不住再一次轻声叫了一声这个名字 声音有些恍惚 可是在他的印象之中 根本就不知道阿渡是谁 当他掀起眼帘来望向顾灵时 发觉此时此刻顾灵也是一脸的疑惑 仔仔细细地理解着这字条上面的意思 你听灵儿说过阿渡是谁吗 唐年望着他那双深邃的同眸 开口问着 可顾灵却也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他可曾对你做过什么不利的事情 顾灵沉吟了片刻 耳后严肃地问道 第377章交换信息 除了在这高点里面下毒 也没有其他的事情 唐年思索了片刻 回答说道 这样一来 一切的一切又陷入到了一个死局里面 本以为在顾灵的帮助之下 他们至少能够晓得 这个阿渡到底是好是坏 可是这样一来到 让他们有些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唐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满馍的无奈 虽说此时此刻 他们仍旧没有想出来该如何解这件事情 顾灵还在细细地想着这件事的时候 忽然眼神捕捉到了唐年手上的那个伤口 他鼻梁之间的树纹瞬间变得多了起来 抬起手来 握住了唐年仙仙细的手腕 担心地问道 怎么回事 若不是顾灵提起来 唐年都快忘了呢 他立马把自己的手从顾灵的手中抽开 一脸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说道 没事 就是方才收拾地下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可顾灵却不觉得这是一点小事 立马从自己的兜中掏出了些许东西 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着 眼下你一个人在唐家得小心行事 别伤着了自己 这种事情也要及时处理 才是若是落了疤 可怎样才好 顾灵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地为他包扎着 唐年自然是感受得出来 此时此刻顾灵的动作非常的轻柔 平日里面很少说话的顾灵 既然为了自己所受伤的这件事情 说了这么多的话 唐年心中意识之间也是有些感动的 他低眸一直看着顾灵的那张脸 嘴角勾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直到顾灵为他包扎完毕以后 这才回了一句 知道了 见他如此 顾灵忍不住抬起手来 轻轻地刮了刮他的鼻子 再一次小心嘱咐道 好了 以后要是再被我发现 你受了伤不及时处理的话 可就要罚你了 唐年没想到顾灵会如此严肃 一时之间 脸上笑容也渐渐消失 神情跟着一边严肃了起来 点了点头 回答说道 知道了 见他终于乖乖答应了下来 顾灵刚才一直高高悬挂着那颗心 这才终于坠回了心窝 虽说唐年还有其他的话 想要对顾灵说 但是这毕竟是在唐家 实在是不宜久留 唐年便把自己其他的发现 也一并说了出来 在和唐一的交流之中 我发现他们要把灵儿嫁去薛家 你让尹伯伯好好查查 这薛家到底是什么人 唐年眼瞼一概 说完了以后 便推了推顾灵的手 怎么了 眼下毕竟是在唐家 你不能在这里待太久了 你还是先先回去吧 唐年说完以后 顾灵的剑眉 又再一次深深地皱了起来 有若那阿渡 今日夜晚真来找你怎么办 顾灵心中非常担心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如果是好的话 为什么要在糕点里面下毒药 如果是不好的话 那又为什么要带灵儿离开 这一切的一切都太模棱两可 让人根本分辨不清 唐年虽然也非常担心这问题 眼下更正的是 不让别人发现他是假扮的 好了 如果发生什么的话 我一定会马上放烟花的 你别担心 我能够好好地处理这件事情 顾灵张了张嘴 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却被唐年给直接推开了 他没有办法 只好作罢 立马离开了此地 唐年见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仍旧有许多的迷雾 没有解开 但好歹他们也算是知道了一些东西 带顾灵的背影 终于消失在他的事业里面 他这才好好地关上了窗户 最后把方才字条 用灯油烧掉了 而顾灵离开了唐家以后 第一件事情便是去到了尹家 找到了一直待在书房里面的尹慎 尹伯伯 我又要是相告 听到这话 尹慎的面色瞬间严肃了起来 放下了手头的事物 走到了顾灵的面前问道 就是有什么新发现了 顾灵立马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是的 唐年他在和唐年的交流之中 发现唐毅是想要把宁儿 嫁给薛家的人 此话一出 隐身的脸色瞬间如过得一般黑 手中的笔也在这一刻掉落在了地上 看到他如此模样 顾灵也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虽说平日里 他和蒙策一向也经常调查着 周边的这些事物 但是很多时候 也不一定能够调查得非常全面 所以周围到底哪家姓薛 而且还是有关的人 顾灵心中也不是特别地清楚了解 怎么了 顾灵见眉平起 低声问道 隐身整个人像是被浇水 沾在了原地似的一动不动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惊 说实话 他从来没有想过 是事情会发生的这样的戏剧话 本来以为他和薛家再也没有关联 可是竟然在这样的时间段里 又再一次听到了他们 顾灵一脸的猛 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他上前一步扶住了隐身摇摇欲坠的身子 再次开口问道 隐伯伯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隐身这才终于从自己的世界反应了过来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语气之中满是无奈地说道 这薛家 可说到一半又忍不住闭上了嘴巴 这样搞得顾灵更加的心慌 毕竟此时此刻唐年还在唐家 若是这薛家特别厉害的话 他生怕唐年会遭受到什么欺负或是被人识破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就是大家都不敢想象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隐身这才再一次开口说道 这薛家说起来还和我隐家颇有渊源 待他把这句话说完了以后 这才在顾灵的扶持之下 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顾灵自然是不知 薛家和隐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煤烧之上的疑惑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但他此时此刻根本不想要知道 之前的那些重重过往 他只有一个问题 唐年会不会有危险 顾灵开口问道 要是有危险的话 无论如何他也会在今日夜里 把唐年从唐家给救出来 隐身在原地思考了片刻 却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 第378章唐仪的营救 过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说道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 这个薛家非常厉害 他一字一顿说起话来 似乎都有些喘息不定 顾灵听到说话以后 脸色瞬间微变 他立马起身想要离开 可谁知就在他刚要起身的时候 隐身却一下子拉住了他 顾灵皱了皱眉头 转过头来望向了隐身 开口问道 隐伯伯 你这是要做什么 隐身反问他道 我倒是想要问问你 这是想要做什么 顾灵自然不会对隐身 隐瞒自己的心意 立马把自己心中所想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若这薛家当真有尹伯伯 你说得如此厉害的话 那唐年断然是不能继续 再待在唐家了 我们想要什么东西 我自己去查就好了 大可不必把它也牵扯进来 隐身心中早就知道 顾灵听到自己这话 以后肯定想要去救唐年 所以这才在关键之际 拉住了他 他轻轻地点点头 把顾灵拉过来 对着他沉声说道 先不说这时候把他从唐家救出来 到底是不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你若真去了 你觉得唐年会和你走吗 此话一出 顾灵道也再也没做出任何的举动 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说实话 他和唐年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多多少少也是清楚明白唐年的性子的 唐年从那么早的时间以来 就一直想要帮助灵儿渡过这难关 而且在他去之前 也想着能够收集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对他们有所帮助 此时此刻 他既然已经来到了唐家 想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离开的 见顾灵拉里沉思这 尹莫便继续说道 薛家确实厉害 可是你也知道唐年也很厉害 若我们真想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的话 还是要容大家一起商量 顾灵心中自然清楚得很 尹莘这话说的确实不错 虽然心头知晓他的这些话 可是还是非常担忧 虽然在尹莘的拉扯之下 坐在了尹莘的身旁 但目光却依旧有些慌乱 心头也一直不停地想着此时此刻 唐年到底有没有被欺负 等下我倒不如同你讲讲 我和薛家的那些渊源 想来想去 最后也只能轻轻地点点头 毕竟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尹莘见他点头以后 这才一五一十地把原先的那些事情 全都告诉了他 尹莘从来没有把顾灵当作是外人 顾灵依然如此 听完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后 顾灵的心头也忍不住 微微颤了一颤 说实话 他没有想过尹莘竟然和薛家的人认识 而且关系还如此亲密 眼下我修书一封 把这些事情言简一概地写在信上 还托你带给唐年 相信他知晓了这些事情以后 心里面大概也已经有数了 想来 本来确实眼下也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还未等顾灵开口应答 尹莘便立马拿起笔来 在纸上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方才 他说的那些事情 没过多久 就已经写好了 他立马把那封信封了起来 交给了顾灵 严肃谨慎慎地对着他吩咐说道 记住一定要小心 别让唐家的人发现了 而且告诉唐姑娘 看完以后记得及时销毁 顾灵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正准备离开 却被尹圣再一次叫住了 晚上别去 听闻这话 顾灵心头到时又出现了几分疑惑 见着顾灵满目疑惑的样子 尹圣便再一次开口解释道 唐一这人谨慎得很 在夜晚会加强巡逻 无论是为了你好 还是为了唐年好 晚上都不能去 听完了以后 顾灵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仔细想想 尹圣说这话其实也不无道理 最终只得轻轻地点点头 开口说道 好吧 话必 他便拿着那张信封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看着空无一人的卧室 心头不由地出现了些许一样的情绪 顾灵掀起眼皮来望向了窗外 月光如水 淡淡地洒在了他的身上 可他此时此刻 根本没有任何的心情去欣赏这良辰美景 眼下他最担心的 那就是唐年的安慰了 也不知道他在唐家 到底有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欺负 在他心中 唐年总是不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 就算是受伤了 也不知道自己及时去进行包扎医治 这便让他越发担心了 此时此刻 唐年仍旧未睡 他坐在木桌子上望着窗外 原本以为 在唐家肯定会十分地热闹非凡 就算是夜晚盗铃 也会灯火通明 可由于铃儿的房间 实在是偏僻得很 所以寂静得要命 连周遭虫子的声音 都能够依稀听闻 唐年右手撑着下巴 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窗外 脑海里面不禁开始浮现出 今日故灵所破解出来的那个字条 也不知道那个唐儿 到底会不会来 他话音刚落 眼前似乎就闪过了 一个熟悉的人影 语人的心头微微一颤 同谋也不由自主争大 一瞬把自己的警惕心 拉到了最高 毕竟这个唐儿是敌室友 此时此刻的他 依旧不太清楚 他小心翼翼地 从木桌下面 掏出了一把 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刀 另一只手 则是紧紧地握住了 方哥为他特制的毒物 这样一来 那唐儿如果真是想要害他的话 他也能够及时反抗 果不其然 当他仔仔细细 看着窗外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那个十分切弱的身影 从窗外立马飞升到卧房之中 不用唐年细细去猜 他心里面也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了 在争论了一秒以后 这才试探性地开口问道 唐儿 话音刚落 便见那个女人 撩开了自己的面纱 果然是唐儿 唐年见着此刻的唐儿 对他似乎并没有 想要杀害之心 心头的疑惑 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还未等他开口说话 唐儿突然泪流满面 朝着他奔了来 一下子紧紧抱住了他的身子 小姐 我终于能够带你离开了 唐年一时之间 像是被浇水沾在了原地似的 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第379章说出真相 见着灵儿竟然一个字也不说 唐儿心头也倒有一份疑惑 抱了一会儿 这才终于松开了他 随后望向了他的眼睛 开口问道 女儿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一直跟在你娘身边的唐姨啊 听闻此话 唐年心中的疑惑 都是变得越来越深 在和灵儿相处之前 灵儿可是全然没有告诉过他 还有十两唐姨 难道 就在他的心中细细思虑的时候 唐儿又再一次开口说了话 你娘去世以后 我自知唐家定是容下我了 所以我便提出离开 又怕那二房的人欺负你 所以相当于换了张脸 重新来到了唐家 说完以后 他便从自己的兜中掏出来了一张手帕 往一旁的水中冲了冲 随后又抬起手来擦了擦自己的脸 唐年树然发觉 方才他化的那些妆 这才一一地开始掉落 从一张精致的脸 变成了一个上了岁数的中年女人 虽说唐年的心中 仍旧也有些许都不确定 但是仔细想想 若唐儿要真想害她的话 倒也不会做到如此地步 唐姨 她轻声地念了一句 可是眼里 还是隐藏不住自己些许的疑惑 唐儿见她如此 对着她轻轻点点头 开口说道 你不记得我也是应该的 毕竟你娘去世的时候 你还那么小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心中这才看看 舒了一口气 自己还没来得及找理由 没想到这个人 就主动帮她找好了理由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我知道唐姨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真和你走了 想来也是躲不掉的 听到这个话以后 唐姨的眉头不由地 高高皱了起来 不知道她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唐姨的认知里面 只要她带着灵儿离开 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 唐家的人也不可能再次把他们捉住 她就不相信 世间如此之大 就没有他们可以容身的地方 难道你是不想离开唐家吗 唐姨的秀眉高高地皱起 开口问道 唐年刚摇摇头 正想解答 没想到唐姨再一次抢先一步开了口 天底下如此之大 我就不信唐家为了找我们 能够花费那么多的人力和精力 唐年却再一次轻轻地摇了摇头 心底开始再一次盘旋着 自己到底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她 虽然说唐姨做的这些 看起来确实都是为了她好 可是她的心中仍旧有些不确定 毕竟此时此刻是在唐家 唐姨那个人又那么的诡计多端 若是自己一个不小心 就会进入她的圈套 无论如何她也得谨慎为好 想了片刻以后 她决定先试探试探唐姨 你也说了原先我娘去世的时候 我年纪尚小 不太认识你 可是现在你怎么就能证明 你就是我娘的人呢 唐年说完了以后 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唐姨 想看她接下来 到底会做出如何的举动 这个问题其实在唐年的心中 早就已经有所解答 但她之所以会问出来 就是想要看看她到底会如何解释 唐姨听到这话以后 不但没有露出任何的不开心 嘴角的笑容反而还微归变浓 不过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举动 唐年心中便有些肯定 这唐姨应该不是什么坏人了 果然下一秒 唐姨便开口说道 没想到原先那个娇纵跋扈的灵儿 现在终于长大了 还知道有这么强的警惕心 唐年却只是微微勾唇笑了笑 唐姨抬起鲜鲜欲指 摸了摸唐年的脑袋 对着她温柔地说道 以后无论是在哪里 你都要时刻保持这样的警惕心 不可轻信于任何一个人 知道了吗 唐年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即便唐姨不告诉她这些 她自己心中倒也是清楚明了的 你可能还记得 今日我给你端来的糕点 唐年自然记得 故作疑惑地轻轻皱了皱眉头 随后唐姨又走到了那幅画的面前 抬起手来指了纸画中的糕点 对着唐年继续解释说道 你心中应该也清楚 这是你娘留下的东西 我所做的糕点和这里头的糕点一模一样 你肯定是猜出来了 所以才看到了里面的字条 虽然唐年不是通过她的这个方法 看到的字条 但是她所说的这些也不是没有道理 事到如今 她也不得不问出那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你为何要在那糕点中下毒 唐年话音刚落 唐姨便直接开口解释了起来 我怕旁人夺了你这糕点 看见了字条 倒是不仅仅我会被引起注意 小姐你也会被引起注意 所以才在糕点里面下毒 以防万一 这话仔细想想确实也没错 但是唐年却还是忍不住有些心境 毕竟若真是灵儿的话 像她那种性子 指不定就把这个糕点可以吃了呢 肯定没有自己这样细腻 到时候可就等到出人命了 唐姨的这些回答 也算是通过了唐年的一系列测试 既然如此 那我不妨告诉你真相 见唐年的声音在一瞬间转变 方才灵儿的音色全然消失不见 唐姨的眉头高高地皱了起来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我也算是看着了 你对灵儿也算是一片好心 唐年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帕轻轻擦拭着自己脸上的妆容 唐姨看着原本的灵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整个人的同谋都不由得微微睁大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事实 你放心好了 灵儿现在被我保护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里面 不会有任何人找到她 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人会欺负她 唐姨震惊地连一个字也说不出 张了张嘴巴 一个声音也没发出 唐年对她的这种反应倒是不习惯 毕竟她才开始在旁人面前 做出这些举动的时候 旁人也是这个反应 而我之所以代替灵儿出嫁 一是想保护灵儿 二是想要查出一些 几家里面所牵扯到的事情 唐年说完了以后 便转过了身去 在一旁缓缓坐了下来 第三百八十章查探消息 她抬起手来到了一杯茶 轻轻地抿了一口 看似目光都放在这茶杯身上 可是余光却盯着唐仪 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虽说她毫无保留地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唐仪 其实后面还留了一手 就是说唐仪只是想 变性谎言来 框她的话的话 她大可趁着一个机会 用方哥姐姐给她特制毒药 把这个人给杀死 唐仪在原地愣了好一会以后 这才走到了这边 还未等唐年说话 直接一下子跪了下来 唐仪一瞬间傻了眼 不知道她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唐仪 你这是做什么 唐仪放下茶杯 抬起双手来 撑住了唐仪的双臂 想要让她起来 可是唐仪却无论如何 也不想起来 妇人去世之前 就一直叮嘱我要 好好地照看灵儿 可是由于唐家日如此歹毒 加之我又离开了一段时间 没能好好地陪在灵儿的身旁 说到这里以后 她忍不住吸鼻子 看起来满眸委屈 顿了片刻以后 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多亏灵儿遇到了像小姐你这样的好人 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看着她一把鼻涕一把的累的 说实话 唐年心中意识之间也是有些动聋的 她没有想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戴灵儿如此好的人 唐仪你掀起来 如果灵儿知道 还有人如此挂念她的话 她也一定会感动地哭的 听到这话以后 唐仪这才在唐年的扶持之下 缓缓地起了来 放心好了 这段时间我把灵儿藏在了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有很多人陪着她 她倒也不至于孤独 听到这话以后 原本满面愁容的唐仪 也在此时此刻终于绽放出了丝丝微笑 多谢姑娘了 唐年却只是摇了摇头 说实话 她觉得自己灵儿也算是有特殊的缘分 不然的话也不至于在这个节骨眼上碰在了一起 而且还都认识了老爷爷 这样吧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 你一定知晓灵儿就在那里 不过你行事的时候定要小心谨慎 切莫让别人发现了那地方 唐仪听完了以后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眼眸都变得坚定了起来对着唐年说道 放心好了姑娘 我一定会足够小心谨慎的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心中这才看看地舒了一口气 然后朝着唐一的耳朵凑了凑 对着她的耳畔轻声地说了几个字 淫府 话音刚落 唐一的眼眸之中便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满满感激地对着唐年说道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如果以后姑娘有用的上我的地方 我一定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唐年却只是挥了挥手 温柔地对她说道 你快去吧 两人道别了以后 唐一便以极快的速度飞出了窗外 去往了淫府 唐年在窗边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嘴角不由地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的缘故 她竟然特别喜欢看到这种亲人相聚的场面 不过眼下她还是得小心谨慎 于是便从兜中掏出了那些化妆的材料 重新画了一幅灵儿的面貌 由于画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她的手法也变得越来越娴熟 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了 等待着入夜 她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只不过 无论如何也得小心谨慎隐藏好自己 不然被发现的话一定会糟糕至极 她一直静静地坐在床前 依稀能够听到街上那些人的声音 三更半夜 小心火烛 雨之响起的还有不停到打锣声 周遭侍卫们巡逻的脚步声 变得越来越轻 想来眼下已经到了深夜 众人应该都要去入睡了 幸好她在白天的时候 子子细细观察了这个堂家的布局 知晓了谁人到底住在哪一间 眼下她需要去的便室书房 希望从书中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材料 知道自己 周遭的脚步声变得越来越轻 她立马穿上了一身黑衣 悄悄地打开了门 可是当她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竟发现的那侍卫摊在她的门上睡着了 这样既好也不好 想来想去 唐年最终还是关上了门 最终决定从窗边离开 她尽量把自己的脚步声放得很轻很轻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凭着自己的记忆朝着书房走去 虽说大多数人都已经睡着了 但是也不免还有深夜巡逻的人 就在她走出了自己的院子以后 这才发现原来唐一的警惕心这么高 深夜巡逻的人竟然比白天巡逻的人要多了一个倍 实在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她心里一边念着一边继续 小心翼地朝着前方走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才终于躲过了重重 来到了书房门口 可当她确定了书房的位置时 这才发现里面竟灯火通明 看起来好像是有人的样子 难道唐一此时此刻还在书房吗 她轻声念的一句 小心翼翼地去到了最隐蔽一个地方 随后抬起手来 把窗户只轻轻地戳了一个洞 透过洞朝着里面看着 发觉此时此刻 唐一竟然真的在书桌旁边 而在她的旁边 似乎还有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 与人的秀眉不由地再一次平了平 心底细细地盘旋地猜测 这个陌生的男人到底是谁 就在她仔细想着的时候 疏然耳畔出来了一阵说话的声音 这一次的交易 想来薛公子一定会满意的 不用唐年细细去猜 她也听得出这就是唐一的声音 这样一来的话 想来她对面的那个男子 就是薛家的人了 我只不过是大夫前来 其他的一切都不归我管 你也不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 男人的声音雌呈无比 由于此时此刻她背对着唐年 所以唐年自然是看不清楚她的容貌 只看到那人把这句话说完了以后 唐一的脸色微微一边 显然比方才难看了许多 第381章掩人耳目 过了片刻 唐一这才舔着脸继续开口说道 事事事 薛公子说的是 唐年忍不住嘴角勾笑 没想到唐一还有这样一副面孔 真不愧是欺软怕硬的小人啊 警告你 你若是还想在这件事情里面耍什么话 说话就休怪我父无情 那个陌生的男人再一次开口说话 话音刚落 就见着唐一满脸堆笑 对着她 她鞠躬哈腰回应道 薛公子所言即是 这一次的交易 我们自然是不敢做什么手脚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唐年总觉得 那个陌生的男人 好像对待唐一 非常的没有耐心 不过此时此刻 唐年什么都不敢妄下断论 因为她并不清楚 两人之间的交易 具体到底是什么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 但是她也下不了决心 如此甚好 没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离开了 那陌生的男人又再一次沉沉地开了口 唐一立马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恭送薛公子离开 而就在与此同时 唐年正听着仔细的时候 又听得耳畔突然传来一阵 示威的脚步声 与人的同谋在一瞬睁大 立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期间还看到那薛公子 从正门走了出来 身高挺拔 侧脸看起来也极其俊俏 不过唐年眼下正在努力地躲避着侍卫不被发现 所以自然没有看清楚她的真正面貌 本以为自己已经躲得够好了 没想到耳畔又再一次传来了侍卫的声音 那边好像有人 我们去看看 此话一出 唐年心里都开始骂娘了 你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他就看到那薛公子朝着自己的方向望了过来 不仅如此 自己现在在一个墙角里面根本就躲不掉了 而且那墙又那么高 他根本就不会什么武功 怎么可能躲得掉 唐年连头都不敢说出去 只敢蜷缩在角落里面竖着耳朵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 天呐 唐年你不会现在在这里就英勇现身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这才没多久啊 我可不想现在就死掉 与人的心头一直不停地念叨着 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喘 可是那脚步声不但没有 反而还靠得越来越近 让他心头开始猛跳了起来 好像有一只小鹿在心头不禁地乱窜 这此时此刻唐年的心头已经心急如焚 那一阵一阵的脚步声靠得越来越近 唐年 简直都快窒息了 原本看古代剧里面那些去偷取情报的人坐起时来 好像挺轻松的 走到了自己这里就全然变了一副模样 看来自己还是太高顾忌的能力了 早知道如此他就不来做这样的事情了 就在他的心跳不停地加快的时候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人脸 一个如刀削般俊美的脸赫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唐年 整个人的呼吸一致 这个人不就是方才他透过小栋看到的 在书房里和唐一说话的那个人吗 难道 难道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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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该不会把自己交给唐一把 一想到这里 唐年简直都有些欲哭无泪了 唐年这才发现的男人有时候 顾灵一般深邃的眸子 不仅如此 那眸子里面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 好像带着些许嗜血般的情绪 又好像带着几分 他总觉得有些变态的柔情 就在这时一大部队人来到了那个男人的身后 唐年满眸愁容 眼眸之中满是紧张 谁知那男人竟然伸出了骨节分明的手 一把把他撑在了墙边 用整个身躯护住了他 下一秒 唐一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你们怎么全部都会在这里干什么 其中一个侍卫颤抖着身子说道 方才我们好像听到这里有贼人的动静 听到说话以后 唐一便迈着阔步来到了这边 听着唐一的脚步声变得越来越近 唐年的面色如锅底一般黑 睫毛垂落 颇有一幅即将要死的姿态 谁知面前的男人竟在一次朝着自己的身子 微微地靠近 最后两人的身子竟然紧贴起来了 唐年的同眸不由自主地微微睁大 如同龄一般 下意识的地就想要挣脱 可那男人却放低了自己的音量 在他的耳畔轻声说了一句 别动 此时此刻他说话的声音和方才 他和唐一说话的声音截然不同 唐年心中焦虑无比 可眼下也只能乖乖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男人的整个胸膛遮住他的视线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外面到底适合怎么样 当唐一已经来到了这个小巷口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薛公子 连连对着他说道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 随后又转过头去 对着身后的那些侍卫历声责骂道 你们这群废物打扰了 薛公子的雅心还不知道 全都给我滚开 听到这话以后 那些侍卫们纷纷离开了 再也不敢在这里多待片刻 而唐一也立马撒腿离开了世界 唐年心中一直刚刚悬挂着的巨石 这才终于坠毁了心窝 可是与此同时 另外一股紧张又再一次油然而生 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陌生的男人 为什么要救自己 而且他从尹伯伯那里所得到的资料里面 都显示薛家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人为何 即便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 可是面前的这个陌生男人 却仍旧没有想要走开的意思 唐年自然是不愿意在这里和他多家逗留片刻 毕竟在这里多待一刻 他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分 他在心底盘旋了片刻以后 这才抬起手指来 轻轻地戳了戳面前这个男人的胸膛 对着他说道 那个你能放我走吗 当他自己听到这话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有点脑抽 这问的什么问题 唐年一时之间都不敢掀起眼皮来望他 就连余光也不敢在他的脸上停留片刻 羽人的心脏一直在不停地砰砰砰跳着 没有人会知道他有多么想要逃离现在的窘境 真的是尴尬至极 第382章齐聚一堂 可是面前的男人却依旧没有发出任何的动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唐年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望向了他的那张脸 和顾灵全然不同的是 这张脸极具有攻击性 那一双桃花眼儿简直比狐妖的还要更加魅惑 唐年竟然开始想到 若是让他男扮女装的话 肯定又得获得多少人的青睐 罪过 罪过 我现在到底在想着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知那男人的嘴角 缓缓地勾起了一抹淡淡弧度 唐年一时之间都有些诧异 下一秒便听得他开口说了一句话 怎么 害怕 若不是因为此时此刻的气氛 着实是紧张得很 唐年忍不住想要对他翻白眼了 他现在的肩膀都开始抖动了起来 难道还不足以表现出 他现在特别害怕吗 谁知道男人看着他这一副模样 微微泛红的脸颊 嘴角的笑意变得越来越肆意 你就是唐家的女儿 灵儿 男人再一次开口问道 唐年一时之间却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回答 眼下他心里面想的全都是该怎样快速地逃离这个男人 毕竟薛家的人能够少接触还是少接触 而且也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心地保护自己 唐年没有回答他 直接找了一个机会 从他的臂膀之下逃了出去 男人倒也没继续去追 站在原地看着唐年渐渐远去的背影 嘴角勾笑清末淡写地说出了两个字 有趣 此时此刻的唐年却不是这样认为 他以极快的速度回到了自己房间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脸色已然发青 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到了什么霉 能够遇上薛家的人 还差点被人发现了 看到自己以后还得越发小心才行 眼下时候也不早了 虽然他得时刻小心 但是也不能不睡觉吧 随后他便把那身黑衣给藏了起来 躺在床上 准备开始睡觉了 而与此同时 唐仪已经来到了营府 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着四下无人以后 这才抬起手来 轻轻地敲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一个人轻轻打开了门 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大半夜的是谁啊 唐仪非常有耐心地解释道 不好意思 夜晚来访 实在是打扰了 我是托唐姑娘来这里找尹老爷的 说完以后 那人自然是不敢怠慢 立马带着唐仪来到了大厅之中 你先在这里休息片刻 我马上去通报老爷 唐仪点了点头以后 那人便立马去到了隐慎所在的卧房 轻轻地敲了敲门 开口说道 尹老爷外面有一个人 说是唐姑娘让他来的 想要见你 听到这话以后 隐慎睡意全无 立马从床上起了来 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大厅之中 刚来的大厅就见到了一个 有些面熟的女人 她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可是想了半天 也没想起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你是 隐慎话音刚落 唐仪便一脸惊喜地上前来 对着她说道 隐老爷 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夫人之前的随时丫鬟 此话一出 原先的那些回忆一一地 在她的脑海之中浮现 隐慎终究是想起来了 她满眸欣喜地开口问道 没想到你现在还活着 我还以为在夫人去世以后 唐仪就 说到这里时 她立马转移了话题 你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 灵儿知道了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唐仪满眸之争 也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立马上前一步 开口问道 灵儿她现在在哪里 你放心好了 我把她安顿得好好的 她不会出任何的危险 不过眼下天色已晚 她应该已经睡着了 明日清晨 我再让她来见你 虽说唐仪此刻 却是急迫地想要见到灵儿 可是隐慎说的话 也不无道理 眼下天色已晚 在把她吵醒 主要是有些不太好 夜晚到访 实在是多有打扰 还请您老爷不要见怪 唐仪微微地弯腰 隐慎自不会讲究那么多 对她轻轻地摇头温柔地说道 我马上命人去安排一间房间 你也快睡去吧 说完了以后 一名侍女便带着唐仪 去到了房间安顿下来 可是此时此刻 她怎么可能睡得着呢 一直躺在床榻之上 望着白白的天花板 脑子里面满是灵儿的模样 也不知道这些日子 她到底过得怎么样 仔细想想 唐仪的嘴角不由地 再一次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 兴许是夫人在世时 做得善事太多 所以才让灵儿 遇见了一个又一个的好人 她嘴里轻声念着 脑海之中不禁开始浮现 起了夫人的模样 本以为自己会激动地睡不着 可是随着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 她竟然没过多久 进入了梦乡 在第二天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 是她这才一下子爬了起来 立马去到大堂之中 当她刚到大堂 便听见不远处熟悉的声音 眼眶竟然在一瞬被润湿 此时此刻 灵儿还在和她爷爷一起 在院子里面学着武功 你呀 马步你可得给我好好的扎吻石了 不然的话 后续的武功你该怎么去学呢 老爷爷脸上带着丝丝笑容 对着她看似严厉 实则语气极其温柔说的 知道了 知道了 爷爷 你看我现在天天都在练马步 你就不要再说我了 唐仪的目光顺着灵儿的方向望去 竟然又再一次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整个人都不由地震惊下了原地 她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老爷子一直都还活在这世界上 而且一直都和灵儿待在一起 此时此刻的她 再也安纳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 一下子朝着两个人奔去了 灵儿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就被一个人给紧紧拥抱住了 一时之间都有些愣愣然 不知该做出如何的反应 灵儿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幸好你现在安好 不然我该怎样向你去世的娘交代啊 第383章送达书信 老爷爷一时之间也有些惊讶 但是当他看到唐仪的脸时 脸上的笑意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灵儿倒是整个人都震惊愣在了原地 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 等待着唐仪松开了她以后 她这才看清楚到底是谁抱住了她 可是由于她娘去的时候 她年纪尚小 所以自然记不清这个唐仪的模样啊 老爷爷上前一步 对着唐仪说道 唐儿 没想到你还活着 那个畜生到底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听完这话以后 唐儿便转过头来望向了老爷爷 一行青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过 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 多谢老爷关心 我一切安好 想来原先夫人在世的时候 也只有老爷一直在不停地呵护着他 因为有你的庇护 我不知道我家夫人会过得多么的苦难 唐仪说了以后 老爷爷却只是摇了摇头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对着她说道 那丫头也是命苦 嫁给了我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随后对着灵儿说道 不知道你对这位唐仪还有没有印象 原先她是你娘的随家丫鬟 听到了这话以后 原先那些回忆 这才一一地在她的脑海之中浮现 灵儿依稀记得 她娘身旁的那个丫鬟带她极好 很多时候还悄悄地塞她糖果和零花钱 我好像记得 说这话时 她的眼眸之中都不禁绽放出了丝丝的光亮 唐仪见着她这幅活蹦乱跳的模样 还是和之前一样活蹦乱跳 嘴角的那抹笑意也变得越来越浓 抬起手来揉了揉她的头发说道 记得就好 不过老爷爷在这里 不由地问出了一个问题 可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呢 说话以后 唐仪眼眸勾笑 转过头来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看我太激动了 都忘了把这事告诉你们了 话必她顿了片刻 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原本我听到唐仪要把灵儿嫁给薛家的消息 想要在夜晚把灵儿 没想到遇到了唐姑娘 她就把原委全部都告诉我了 听到这话以后 两个人这才恍然大悟 灵儿方才脸上的欣喜在一瞬消失不见 她立马上前一步握住了唐仪的手 满目忧愁地望向了她 开口问道 唐姐姐 她现在还好吗 有没有被人欺负 唐仪轻轻地对着她摇了摇头说道 别担心 我看唐年的姑娘激紧得很 想来非常的聪明 断然是不可能被别人轻易地欺负的 听到这话以后 灵儿心中一直高高悬挂着的那个巨石 这才终于坠毁了心窝 而顾灵也恰巧欲路过 见着这个陌生的人 见眉不由地轻轻挑了挑 灵儿连连上前去对着她介绍道 你哥哥这个位是我娘的陪家丫鬟唐仪 刚才我问了她唐年姐姐的情况 她说唐年姐姐一切安好 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听到了这话以后 顾灵这才反应过来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想来唐年遇到的那个女人 就是眼下的这个唐仪吧 不过细细想来也好 毕竟她不是坏人 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又少了许多 你们先聊着 我有急事要去做 说完以后 顾灵便立马带着这封信 朝着唐家赶去了 无论如何 她要及时地把这封信 给交到唐年的手中 让她明白整件事情的原委 昨夜隐慎不让她去做这件事情 她一夜都没能睡个好觉 好不容易等待这一大清早起来 立马赶去了唐家 唐年也早早地就睁开了毛子 坐在床榻之上 听到耳畔传的一阵敲门声 进来吧 她淡淡地应了一句 反正这门日日都有侍卫把守 她也出不去 看似这个房子是她的卧房 实则只不过 是一个牢笼爸爸了 她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为什么还要来问她的意见 听到这话以后 那丫鬟这才端着早餐走了进来 放到了一旁的木桌之上 淡淡地说一句 小姐 请用餐吧 说完以后 又直接离开了这里 好像一刻也不愿意在这里多待似的 唐年也懒得让她多在这里待上片刻 原本才开始的时候 她还担心会不会有人在她的饭菜里面下毒 但是经过了这些的观察以后 想来一定是没有的 毕竟她们还需要自己去进行一个交换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把她堵死呢 想到这里以后 肚子也开始不生气地咕咕叫了起来 唐年立马起身去 到了桌边坐了下来 没想到这早餐还有肉泪 闻起来也香香的 她倒也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开始大快朵银 看来这唐家的饭菜也是挺好吃的嘛 虽然比不上自己做的那些吃事 想必是昨日她没怎么吃东西 所以今天早餐就吃得格外的多 这些东西都吃完了以后 便悠哉悠哉地坐在了一旁 打了一个宝哥 谁知道当她刚把这个视线朝着窗外望去时 又再一次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眼眸都不由得微微睁大 顾灵 她心里念了一声 随即立马起身走到了窗前 毕竟现在可是在大白天 若是被人发现那可就糟糕了 她立马对着不远处的顾灵 递了一个眼神 示意她快快离开 免得被发现 可是顾灵好不容易赶到这里 怎么可能会轻易离开 无论如何 她也得先把这封信给觉得唐年的手中 随后她朝着四周望了望 见着没人监视着她 这才从那山坡上一跃而下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立马来到了唐年的卧房之中 把那封信放在了桌上 就在她刚想坐下来喝口水 那一瞬间便听到门外成了一阵脚步声 这封信你好好藏起来 是尹伯伯给你的 她以极低音量告诉了唐年以后 随后便朝着外面飞去了 唐年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此刻还有人在不停地靠近 她以极快的速度把那封信给藏了起来 就在她刚被藏匿好的那一瞬间 门被打开了 第384章提前婚期 小姐 你可快点起来 穿上这身衣服 我再给你梳妆打扮 薛老爷来了 在侍女走进来时 唐年已然躺在了床上装着的衣服 还没睡醒的模样 听到这话以后 她伸了懒腰 随后有些不耐烦地开口说道 这大清早的 怎么又有人来了 小姐你可别耽误时间了 如果是等下耽误了时间 挨骂的可不只是你一个 知道了 知道了 别催了 你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我马上就出来 唐年自然是不会让那人 为自己梳妆打扮 万一露馅儿了怎么办 可是 那人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唐年立马抢先一步开口说道 你要是现在出去 我还能以最快的速度出来 你要是再耽误一下时间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听到这话以后 那人也不敢继续说些什么 立马退了出去 毕竟薛家和唐家都不是那么好惹的人 如果是让他们等急了 到时候自己铁定会被挨骂 等待门被关了起来 唐年这才立马从床上一跃而起 穿好了那身 看起来十分华丽的衣裳 他照了照镜子 撇了撇嘴说道 这唐翼装什么装 在这样重要的时候 才把好看的裙子给灵儿穿 平常怎么不这样对别人 眼下他身穿的这一身衣裳 和平日里他身上那些衣服 看起来可是截然不同 完全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不用他细细去想也知道 唐翼是想要让他在薛家人的面前 打扮得好看一点 不过心里所以这样想着 但是他依旧不敢耽误了时间 穿好了以后便超出外面走去了 那侍女见着灵儿 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不禁有些震惊 一时之间竟然愣在了原地 就是平常的话 灵儿肯定会赖上好久 好久才会出来 今天怎么会如此的积极 唐年见他一直没有跟上来 转过头去对这他 有些不高兴地挑了挑眉 开口问道 变木头了 怎么不走 听到这话以后 那侍女这才连连紧跟了上来 这唐家也算是足够大的 他们走了好一会 这才终于来到大厅之中 还没走到大厅旁边 唐年就依稀听到了些许的声音 家父有事 所以拖我前来 唐年的眼眸不由得微微睁大 这声音 怎么又是昨晚的那一个人 一时之间 心头开始猛颤了起来 手指轻轻地拽着衣袖 不知该如何是好 也不知道薛家老爷 是不是天天都有事啊 怎么什么事情 都要他的儿子来 没事没事 我不急 唐一依旧还是那一副 哈巴狗的模样 唐年一时之间 正在了原地 连麦都不敢麦进去了 直到唐一发现了他的身影 开口说道 灵儿 快进来了 听我说话以后 他这才一脸黑地走了进去 一直深深地埋着自己的脑袋 不敢去看那个男人 可是他的余光明显看得到 那个男人的视线 一直都放在他的身上 真是够倒霉了 早知道就找个理由不来了 这就是 那男人薄唇清奇 淡淡吐出来的几个字 我是说到一半 却没能把话给继续说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再一次开口说道 这就是我的后娘 唐年差点没一口老血给喷出来 她可是比眼前的这个陌生男人 都要年轻好几岁 而灵儿就更不用说了 这得和她的爹 相差多少年龄啊 一想到这里 唐年的心中就直犯恶心 很明显 唐一的脸色也微微地顿了顿 过了片刻 这才再一次满脸堆笑 对她轻轻点了点头 是的 是的 不知道薛公子此次前来是有何要事 唐一小心翼翼地试探开口问道 那薛公子眉眼轻条 视线一顺不顺地盯着唐年 淡淡说道 原本我们的婚期是定在这个月月底 唐一毫不犹豫地连连摇头 活像一个捣算机 不过我爹令有打算 决定把婚期定在三天后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震惊了一把 没想到薛老爷就会如此的急迫 但是这对于唐年来说 确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她可不愿意在这唐家多待什么日子了 虽然说薛家可能比唐家更加恐怖 但是她宁愿快快去薛家调查一些事情 以后全身而退 也不愿意继续待在唐家和他们勾心斗角 说完了以后 她的视线不由地再一次放在了唐年的身上 见着女人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欣喜 心头微微一震 今日这女人穿的这身衣上着实是好 看一时之间把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唐一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点头说道 我们都无所谓的 但凭薛老爷吩咐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的话 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薛公子终于把视线放在了唐一的身上 开口说道 唐一起身立马 给薛公子倒了一杯茶 唐年看着唐一这一副羡慕的样子 忍不住对着她翻了一个白眼 要是让她生在现代的话 怕是通过这种拍马屁的技术 都能够直接上升好几个职位了吧 可是这样的人只会拍马屁 那又有什么用呢 若是没有实力的话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嘖嘖唐年抬起手来 轻轻地喝了一口茶 忍不住笔弃了两声 本以为那薛公子说完了事情就要离开了 谁知道她又冷不伶仃地冒出来了一句 今日还请唐姑娘随着我们走一趟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这才终于鼓起勇气 掀起眼皮来望向了她的脸 一脸的震惊 这是什么意思 不按套路出牌吗 若是还记得没错的话 在古代如果要嫁娶的话 女方不是一直都对待自己的良家 等待着迎亲的那一天吗 唐义虽然觉得这个提议有些离谱 但是碍于薛家 还是答应了下来 这个自然可以 自然可以 要不是她有药师要办 现在她就想给唐义来一份而毒药了 第385章前去薛府 虽然说她也挺想要离开唐家 去到薛家查证据的 可是这样不按套路出牌 确实让她有些担心 看着唐年的脸色 一点一点地黑了下来 薛公子转过眸来望向了她 语气之中似乎带着几分嘲讽 开口问道 怎么难道唐姑娘不愿意吗 正当唐年想张嘴说话 没想到唐义再一次 抢先一步开口说道 小女不会不愿意的 她的意见不重要 唐年头上简直三个问号 就是活生生地卖女儿吗 不管不顾自己女儿的需求 无论对方说什么都答应下来 她真的想要给唐义来一个报扣 薛公子听到这话以后 剑梅又再一次轻轻地调了调 既然如此 那就请唐姑娘 现在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 一个时辰以后 我再派人来接你 说完以后 她头也不回 直接朝着外面走去了 只剩下唐年一个人 在原地满谋的无奈 待薛公子离开了以后 唐义瞬间转了一幅脸色 对着唐年说道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回去收拾 唐年狠狠地白了她一眼 直接掉头离开了 眼下她正沉浸在 即将要收到利益的喜悦之中 自然不会在意唐年白的她的这一眼 唐年倒也没什么想要拿走的 毕竟东西多了也是一个麻烦 把门死死地给锁住了 随后小心翼翼地把窗户关上 这才把方才藏的那封信 给拿了出来 仔仔细细地读着 上面所写的那些东西 待她花了一些时间 消化完了这一切以后 整个人的心都不由地 轻轻震了震 没想到尹家和薛家 竟然还有这样的渊源 一时之间震惊地 连一个字也说不出 她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把方才自己所了解到 这些一一地在脑海里面浮现 认真地记下来以后 这才把那封信给烧到了 里面还有尹伯伯对她的嘱咐 无论如何 她也得小心谨慎地记下来 直到门外再次传来了敲门声 小姐 你准备好了吗 唐年这才有些不耐烦地 对着门外开口说道 知道了 知道了 我马上来 她随意地包起了一些东西以后 于是便出了门 也不知道这群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才办个多时辰 这么快地催她干什么 可是当她来到大厅之中时 却发现那薛公子 根本就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待在大厅之中 等待着她收拾东西 一时之间 心头又再一次涌起了 一股莫名的东西 倒也不是因为旁的什么 而是薛公子的举动 实在是太让人觉得 匪夷所思了 她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听到那个男人 开口说了一句话 来了 唐年立马低下了脑袋 轻轻地点了点头 薛公子朝着他背上的 那个包袱忘了忘 再次挑眉开口问道 你就带着点东西 以后若是想回来 可没机会回来了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的心头 不由再次微微颤了颤 这话听起来 怎么好像有一副别的意思 不过眼下 她想不了那么多 毕竟她却只是 完成任务的带太多东西 反而是累赘 这些就够了 她依旧没敢掀起眼皮来 望向那个男人的脸色 低着头回答了这样一句话 如此也好 说完以后 薛公子便朝着外面走去了 也不知道顾灵他们 能不能够及时地 得到自己这边的信息 这次突然走得如此匆忙 不知道他们 能不能够有所察觉 唐年立马跟了上去 心头却不自觉地 开始想起了尹伯伯 给他写下的那些话 里面明明记载了 薛公子是一个无恶不作 并且没有怜悯心的大坏蛋 可是在他看来 怎么不是这个样子 唐年心中的疑惑 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但与此同时 还是不忘紧紧 跟着薛公子的脚步 公子 在他们刚出府 就有一个穿着打扮 看起来十分像是刺客的人 站在了薛公子的面前 薛公子上了那台轿子 唐年一世之间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做出如何的举动 仔细想想 他不可能能和薛公子 做同一亮吧 就在他神色尴尬的时候 轿子的帘子突然被摇开 薛公子朝着他沉声问道 你要走路吗 啊 唐年愣了一秒 这才反应过来 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随后连连跟着他 一同上了这轿子之中 不得不说 这薛家不单单是 听起来就十分气派 连着轿子和原先 他所做的那些全都不同 正当他细细地 打量着这个轿子的时候 居然不知薛公子的视线 全都放在他的身上 看什么 他总是这样 喜欢冷不伶仃地 给你突然来一句 吓得唐年忍不住 打了一个哆嗦 往后退了退 薛公子见他如此 嘴角又不由勾起了一抹糊度 怕什么 难道我会吃了你吗 虽说唐年此时此刻 却是非常的想要点头 但还是碍于别的 轻轻地摇了摇头 在尹勃勃的书信里面 薛家的人 可全都是些大坏蛋 他能不惹就不惹 免得萤火烧身 没想到这轿子竟然走了 好一会也没来到薛家 也不知道 这薛家到底有多远 虽然唐年困意渐渐袭来 眼皮之上 好像有无数巨石压着 可是他却仍旧死死硬撑着 没有闭上眼睛 毕竟一旦睡过去了 要是露线的话 那可就糟糕了 薛公子似乎一眼 便看出了他的逞强 开口问道 你困了 唐年立即挺直了自己的腰 摇了摇头 回答道 不困 你瞒不了我的他淡淡开口 着实把唐年再一次尴尬地要命 整个轿子再一次陷入到了 一种无比尴尬的气氛里面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人开口说一句话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薛公子这才开口说道 你为何没有带随身丫鬟 唐年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在脑海里面迅速地盘旋了片刻 于是随便用了一个理由搪塞了他 没人喜欢我 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跟在我的身边 第386章 十恶不赦 本来只是随便搪塞了一个理由 没想到话音刚落 便见薛公子的面色 微微难看了一些 唐年也觉一时之间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是一片沉寂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男人这才沉声开口说道 这样吗 可唐年也没有回答他 倒不是因为他懒得回答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回答 他把自己的目光别向了一边 不再直视薛公子的眼眸 望向了窗外 不知道为何 当他和薛公子短短相处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总觉得薛公子 并不是像尹伯伯书信里面 所写的那么无恶不作 十恶不赦 可真是奇怪至极 罢了 眼下还是先别想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最重要还是去到薛家自己该如何自处 薛公子对他的好奇心不由得越发多了几分 心中总有一股一样的情绪在不停地涌动 可他根本就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他们没多久 马车也终于在颠簸之下停了下来 薛公子这才再次开口说话道 到了 听闻此的话 唐年之后 才终于从自己的世界里面反应过来连连点了点头 跟着他一同下了车 当他跟着薛公子下车以后 眼眸都不由得微微睁大 果然气派得很 且不说这周遭的园林到底花费了多少的珍贵木材 就连一旁的水池 他一眼也能看出这明明是翡翠香的 真可谓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就连这平平常常的玩意儿 也用这么金贵的东西去做 虽说惊讶确实是惊讶 但是好歹自己是来收集证据的 所以自然多多少少得收敛一些 他只不过是在那水池上把视线停留了几秒以后 随即便别过了视线 进去吧 男人惊得他正愣地站在那里 忍不住开口提醒道 愣他轻声应了一句 随后紧紧跟着薛公子的步伐 坐在两人一前一后地朝着前方走去时 唐年这才发觉原来在这其中 可是比外面更加金贵得多 这里面无论是一桌一椅 还是一砖一瓦 看起来都是极其的富贵 就在唐年心里还在感慨的时候 疏然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 怎么这么大的薛家竟会如此的空旷 连一个庸人也没有 他在心里默默念着 视线不停地在周遭转着 脑子里面也开始快速地思考了起来 若是说人少他还可以接受 可是这明明看起来是根本就没有庸人了 这可是和尹伯伯书信里面所写的全然不同 书信里面所写的薛家 可是特别喜欢助纣为虐狂抢名女 按理说的话那应该有很多人才对 罢了罢了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若是他眼下再去想那么多 忽略了重要的东西 那可就糟糕了 薛公子带着他来到了一处地方 对着他说道 以后你就住这里了 说完以后 还未等唐年说些什么 他便转头想要离开 唐年原本想要问为何自己没有侍女 但是话到嘴边 却还是被他活生生给咽了下去了 本来若是周边没有一个人 时时刻刻地当着别人的眼线看着自己 对自己来说倒也不是没有用处 要是真有 他还得小心提防着 到时候才是更费脑子呢 带门被关上 他便坐在了床榻之上 仔仔细细地看下这房间的结构 虽说用人确实是少得离谱 但是这屋子确实也算得上是非常的豪华 他抬起手来摸了摸那木桌 发觉这竟是上好的红绿檀木 羽人的嘴角不由地勾起了一抹缓缓的弧度 微微点头 嘴里自言自语说道 看来这薛家还真是非福极贵啊 随后便抬起手来 为自己倒了一杯茶 一饮而尽 刚才一路上颠簸劳累 也算是有些困乏了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不能在此时此刻就进入梦乡 毕竟眼下他要打起十分的精神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了解整个薛家的结构 并且知晓薛老爷的书房在哪里 像他们这种大夫人家 一般都是把他机密的文件 放在私人的书房 唐年想到这里又忍不住坐了下来 偏着脑袋仔细地想了想 他该以怎样的理由出去看看呢 毕竟这些家实在是太过于空旷了 就连为他挡一下的庸人也没有 想了片刻以后 突然脑子里面灵光一闪 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他立马拍桌而起 随后打开一条门缝朝着外面望了望 幸好方才薛公子带着他进来的时候 他把路线记得清清楚楚 眼下本就没有庸人 想来薛公子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地盯着他 他这是第一天来到薛家出去转转 有什么不好的 若是被那个薛公子发现的话 大不了就以散步的理由来解释好了 说干就干 唐年立马从自己的卧房之中跑了出来 朝着四周开始走了走 不过越逛就觉得越发的奇怪 宇人不由地皱了皱自己的绣眉 抬起手来放在指尖 仔细地想了起来 我走了这么久 怎么都没看到一个庸人 宇人放低自己的音量 自言自语说道 本来以为只是庸人少 没想到他走了这么久 竟然连一个庸人都没有看到 一时之间 总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个迷雾之中 一头的雾水怎么理也理不清楚 这些事情实在是发生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唐年一个人根本就想不明白 眼下也不知道顾灵他们知不知道 我已经来到了薛家 他一边朝着自己的卧房走去 一边心里想着 待他重新回到了卧房之中 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起来了笔墨之宴 想了现在也只有书信一封 才能够让他们知晓 眼下自己所发生的事情 苍天不负有心人 唐年在一处生了灰的木柜之中 找到了一套笔墨之宴 随后他便把纸张铺陈开来 把这些发现全都一五一十地 记载在了纸张之上 待他写完以后 又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信封 可是眼下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第387章尬聊 他该如何把这封信 送到顾灵和尹伯伯的手中呢 薛家的人竟然如此谨慎 想来肯定不会放他出去的 想来想去 唐年始终也没想到一个极好的办法 就是在唐家 他或许还有法子 能够把书信送过去 可是现在薛家李颖家 可是远得很 想着想着 一个头直接变成了两个大 最终他才意识到 无论自己怎样去想 也是无济于事的 倒不如先解决一下眼下的事情 就在他刚把那封书信藏匿起来的时候 耳畔便传了一声敲门声 咚咚咚 与人警惕心一瞬提到了最高 正了正自己的神色 走到了门前打开了门 去发觉薛公子竟站在自己家面前 视线由上至下 发觉他似乎是换了一身衣裳 方才一起轻衣 眼下换成了一身白 唐年顿了一秒 这才开口问道 不知薛公子是否有什么吩咐 薛公子却一个字也未说 只是直愣愣地朝着他的房间走了进来 唐年原本想要组织 可是还未等他抬手 男人就已经把门给关上了 不知为何 心跳不由地开始加快 虽说才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这薛公子看起来不算什么坏人 但是眼下又多了一股异样的情绪 有句古话说得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而且他现在是在人家的地盘 自然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才是 可是薛公子却仍旧没有说话 坐在了一旁 抬起骨节分明的手指 倒了一杯茶 轻轻抿了抿 周遭的气氛再一次变得尴尬的起来 唐年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 气氛总是会变得如此的尴尬 他的视线一直放在薛公子的身上 想要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正当他细细思量的时候 薛公子的目光突然从茶杯上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你可知薛老爷到底是什么人 他突然这样冷不伶仃地问了一句唐年听不懂的话 让唐年整个人都陷入到了诧异之中 脑海里面盘旋了片刻 唐年如实地回答道 薛老爷不是你父亲吗 原本以为他要说出什么回答 没想到他想了这么半天 竟然只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唐年只看着薛公子的脸色从陈宁变成了难堪 心中还在细细思量着方才自己说的那句话 到底有那里不对 可想了片刻 也没想出到底哪里不对 见着这薛公子没说话 他又再一次反问了一句 难道不是吗 殊不知此时此刻 薛公子听见他这回答简直都快要吐血了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薛公子语气都变得有一些不悦了起来 唐年转过头去 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那你问我干什么 这句话倒也算是把这些薛公子着实给震惊了一把 男人轻轻地用五指捏了捏茶杯 这个女人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 你可知她比你大十几岁 你还如此青春年少 你就要嫁给一个老男人 薛公子话音刚落 唐年的心头不由地微微颤了一记 他实在没有想到薛公子只当儿子的 竟然敢这样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父亲是老男人 一时之间 无数的猜测在心头不停地蔓延开来 难道这个薛公子并不是薛老爷的亲生儿子 长期遭受薛老爷的虐待 所以对薛老爷也心怀不满 唐年刚想到这里便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这倒是不太可能 要是如此的话 薛老爷怎么会放心把这样这样的事情交给他来办 他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几步 又开始仔仔细细地想了起来 难不成这薛公子是假扮的 根本和薛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是想要就自己出来 可这样一想 好像也不太对劲 薛公子就看着唐年一个人在这边走来走去 愁眉苦脸的模样 也不知道这他的脑袋瓜子面到底在想什么 够了 就在唐年的脑海之中 还还在细细思虑的时候 便听到耳畔传来了一声怒吼 他在一瞬瞬间从自己的世界里面出了来 身子也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这薛公子怎么喜怒无常的 突然来这一下也实在是太吓人了吧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 坐在了一旁 对着他说道 你以为我愿意嫁吗 不是你们和我爹逼我嫁的吗 唐年倒是有些摸不清 这个薛公子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了 只见他深邃的同谋之中突然泛着悠悠的光 眼下是唐年独不懂的情绪 不知为何 唐年总觉得他这一双黑魔像是一个漩涡 不停地想要把他拉着往下掉 几乎是看入神了以后 唐年立马别过了自己的视线 轻轻地按了一下太阳穴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薛公子再次倒了一杯茶 一饮而尽 我警告你千万别耍什么花样 婚期就在三日之后 这几日我爹不在府中 你若是胆敢逃跑 定会死无全尸 画壁 他重重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掉头离开 只剩下唐年一个人站在原地 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不知为何 心头的那一股一样变得越来越浓 这个薛公子的所作所为 还着实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越是让他想不清楚 他心中的慌乱不由地便越来越重 他坐在一旁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望着窗外 也不知道这到底何时才能解脱 想来想去 最终只得四处看看有没有信鸽 这薛家这么大一个家业 信鸽肯定是成辟养的 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唐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一边朝着前方迈去 不得不说 这薛府也实在是太大了 他走了好一圈 竟然还没逛完 而且连一只鸽子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唐年简直都有些欲哭无泪了 这到底是薛家还是阴曹地狱啊 看起来这样的冷冷清清 好像一只虫子都不会踏进来似的 就在他心里暗暗吐槽的时候 突然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在一瞬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第388章送信 随后他便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仔仔细细地分辨 这声音到底是从哪一个方向传过来的 待他站在原地好一会以后 这才分别出来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迈着倾步 小心地走了过去 原本在方才听到的 只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声音 带他走近了一些以后 靠在墙角 这才发觉原来是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与人不由地微微皱了皱自己的秀眉 竖着耳朵仔细地听了起来 这声音怎么这么多耳熟呢 我让你去做的事情 你可都安排妥当了 少爷一切对你安排妥当 就差时机到来 好 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特别是阿萱 小少爷还在外面 估计还有几天以后才能回来 少爷不必担心 两个人的对话被他给细数听入耳朵里面 事情凭简简单单的这几个字 他根本还是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唐年能够听得出来 这明显就是那个薛老爷的声音 至于这另一个人嘛 他倒是不认识 唐年忍不住摸着自己的下巴 仔仔细细地想起来 这个薛公子在明天到底计划了什么事情 保持得如此神秘 想来肯定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就在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细细思索的时候 听到一阵脚步声缓缓地朝他靠近 语人瞬间像是被浇水粘在了原地似的 一动不动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不会吧 我只不过是恰巧路过而已 也能够被发现 就在他细细听着 那脚步声到底有没有朝着他走来的时候 书然肩头被人轻轻地拍了拍 啊 一下子受到了惊吓 唐年忍不住大声叫喊了起来 待他发觉不好 慌慌忙忙抬起手来捂住自己的嘴巴时 已经来不及了 转过头来 又看到那一张熟悉的面孔 听到什么了 不过此时此刻 他的面色同平日里全然不同 眼眸之中带着几分冷冽 像是一记寒冷的眼刀 唐年简直是欲哭无泪 自己这几天到底是什么狗屎运气 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够遇到他 每一次自己偷听什么东西 都会被他抓个包 肩膀都开始吓得哆嗦了起来 所以说脑子里面早就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法子 可是话到嘴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叫你不要到处乱跑 男人眼眸微眯 目光之中射出丝丝冰冷的寒刀 唐年深深埋下了自己的脑袋 连连点头附和说道 是 是 或许是因为太过于害怕的缘 故此时此刻他连说话都有些含糊不清 吞吞吐吐吐 看着他脸上渐渐泛下的红韵 不知为何 心头的那一股怒气竟然又一点一点地开始消散开来 以后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我的书房找我就好 不要到处乱跑 他把自己的声音尽量放得柔和了一些 随后转身离开 唐年意识深深地埋着自己脑袋 根本不敢和他的目光进行任何的对视 直到听到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时候 这才堪堪舒了一口气 心中一直刚刚悬挂着的那个巨石也终于坠毁了心窝 他站在原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怎么每一次都这样莫名其妙地窜出来 可是会把人给吓死了 知道吗 他一边抬起手来扶了扶自己的心胸 一边忍不住吐槽道 殊不知此时此刻人家根本就没有走远 而是在一旁的书房之中 透过那个小洞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过了好一会 唐年才觉得心绪终于平稳了下来 他动了动手脚 发觉竟然手脚都变得有些麻木了起来 罢了 罢了 别在这里耽误更多的时间了 随后便继续开始找起了信哥来 见着女人离开 薛公子的视线也不再放在他的身上 而是掉头走到了木桌边看着上面的东西 为了等明天这一天 他可是等了这么久了 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失败 从小到大 你都一直如此 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 只是你一直没有接而已 话音刚落 男人的目光之中便不由地闪过了一丝阴暗 功夫不负有心人 唐年找了好一圈 终于找到了薛家未养信哥的地方 与人的同谋之中不仅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随后朝着四周望了望 剑没人 这才拿走了一只 带他来到卧房之中 立马把信绑在了信哥的腿上 放了出去 幸好原先顾灵教过他如何去放信哥 不然的话眼下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见着信哥渐渐远去 他的心也终于安心了不少 若是顾灵 他们知道自己转移了位置 想来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自己的身旁 这样一来 若是真出现了什么事情 倒也不至于慌乱至极 与此同时 虽然顾灵并没有接到信哥 但是却已经得知唐年被转移到薛家的消息 立马来到了隐胜的书房 对着他严肃说道 隐伯伯 唐年被转移地方了 听闻此话 隐胜立马拍桌而起 神色有些严肃地问道 怎么回事 由于他这些日子 一直都在书房规划者手下这些事情 所以一直没来得及去收集唐年这方面的消息 一般有关于唐年有关的消息 都是顾灵及时通报给他的 顾灵立马坐在了一旁 细细地把自己所得到的那些消息 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隐胜 隐胜听完以后 不由地陷入到了沉思里面 想来薛家人倒是很少突然做这样的决定 或者是临时改变任何的决定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这让他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过灵见着隐胜一直都会说话 自己也不由地开始慌了起来 上前一步再次开口问道 薛家人是不是已经看出了我们的企图 此话一出 隐胜立马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方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想法 但是细细想来倒也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他们做得这么隐蔽 想来薛家人也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得到消息 除非有奸细 第三百八十九章丧失礼制 我们尹家的人都是仔细筛选出来的 想来肯定会有什么奸细 所以这个你不必担心 听到了这话以后 顾灵心头的忧虑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还变得越来越多 毕竟眼下唐年到底怎么样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也不知那薛家到底在什么地方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是唐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薛家的 男人说这话时眼神凛冽 眼目之中都绽放出了丝丝横利的光 隐身自然知晓 顾灵非常担心唐年 他上前一步抬起手来 轻轻拍拍男人的肩 安慰说道 别急 我们好好地商量商量 先只能够商量出一个好法子 顾灵虽然心头甚是慌乱 但想想去眼下确实 也只有大家坐在一起 好好地商量一下 才能够想出好的办法 你去把方哥他们叫过来 顾灵立马点点头 出了书房 把一众人全都叫到了书房之中 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人的面色都不由地开始严肃起来 还以为是唐年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顾灵第一个开口 把方才他所知晓的那些信息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 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神色便变得更加凝重了起来 所以眼下妹妹他到底有没有什么事 方哥倒是不怎么在乎其他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唐年的安危了 此话一出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来回答他 惹得所有人几乎都把心掉到了嗓子眼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尹慎这才开口回答道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唐姑娘如此激紧 想来定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可这也是他的猜测而已 顾夫人听到这话以后 眉梢之上的担心也变得越来越多 若是他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怎么对得起他 见着顾夫人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 隐慎连连上前一步抬 起手来拍了拍他的肩 别担心 无论如何我们也会保证他的安全的 顾夫人并未在继续说话 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眼眸之中满是无奈 可是在此之前 他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唐年以身是险的 虽说薛家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能够让顾灵 还有尹莫夫斯他们一同去到薛府周围 好好地保护唐年 尹圣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 轻轻地点了点头 想来这确实是目前位置最好的办法了 随后尹圣便转过身去 从自己的书柜之中 拿出了一个卷宗摆在了众人的面前 对他们指了指说道 这就是薛家宅邸所在的位置 不过这里四下荒芜人烟 算得上是极为偏僻 被发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无论如何你们也得小心谨慎 顾灵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了去 发觉这周遭竟然连一个遮掩的地方都没有 在好远之外才有一个小小的树林 看来薛家选宅邸的时候 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顾灵高高地平起了自己的健眉 开口说着 尹莫的脸色也非常的难看 早知如此 当初他就不应该答应唐年去到那个地方 在他们讨论完了以后 便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尹莫刚回到卧房 随即便把桌上的茶杯全都掀翻在地上 脸上一团怒火 一旁的傅思见词 不由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心中自然是知道尹莫为何生这样的气 所以说他心中也是非常担心唐年的 但是他也不想因此丧射理智 见着尹莫的情绪 好像忠于好的一些 傅思这才上前一步 公子 唐姑娘如此聪慧 一定不会遭受别人的欺负的 可是话音刚落 尹莫便皱着眉头朝他望了过来 他会武功吗 尹莫语气沉重 开口问道 听闻此话 傅思脸色难看地微微摇了摇头 这不就对了 他那么瘦瘦弱弱的一个女子 又不会武功 如果是别人想要欺负他的话 那不是轻而易举 一想到这里 隐身的眼眸之中 再一次绽放出了丝丝的火光 傅思再一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只要明日早些启程 去到薛宅附近保护唐姑娘就好了 想来想去 几乎也只有想得到这个方法 来安慰现在暴怒的像一头狮子的淫墨了 可刚才你也不是没有看见那地图 薛宅周遭根本没有掩饰的地方 如果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被发现 到时候他也会一起跟着遭殃 隐身说的说话确实是不假 傅思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动了动唇半 最终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隐莫一个人坐在一旁 整个人像是在沐浴在怒火之中 傅思想不到自己该怎样说了 于是索性闭上嘴巴 只是坐在她的一旁静静地陪着她 不知道过了多久 隐莫的情绪这才终于好了一些 他抬起手来轻轻地挥了挥 沉声说道 你先离开吧 让我自己一个人静静 虽说傅思非常担心隐莫 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但这也毕竟是隐莫的命令 他不得不服从 在原地顿了片刻以后 最终还是转过头去离开了他的卧房 但是傅思却一直没有朝着自己的卧房就去 而是一直待在隐莫的卧房门口 听着里面的动静 他原本就是同隐莫一起长大的 多多少少对于他的性子也是了解得很 隐莫虽然在隐身的面前看起来极为乖巧懂事 在外人看来也是偏偏君子一个 可是只有傅思一人知晓 由于年少兽的经历 让隐莫的心里受到了其他的创伤 他根本没有看起来那样乖巧懂事 心中反而有些许旁人触不到的东西 而隐莫也只有在傅思的面前才可能表现出来 傅思特别害怕 在隐莫心里一直暗暗发酵的这些东西 到头来会害了隐莫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身旁陪着隐莫 原先隐慎还想让傅思去谋个一官半职 却被傅思拒绝了 第三百九十章报平安 他只想就这样待在隐莫的身旁 如果他有一天阻止不了 让隐莫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也依然不会离开 不知为何今日坐在这台阶之上 突然就想了这么多原先的事情 过了好一会儿 傅思这才转过头去望向了隐莫的卧房 剑里面的烛火熄灭 心中一直刚刚悬挂着那一颗巨石 也终于坠毁了心窝 想来虽然 他的那些坏情绪确实是非常的多 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隐莫也原先好了许多 至少比之前更能压抑自己心头的那些坏东西了 一想这里 傅思的嘴角不由地轻轻勾起了一抹弧度 如此便好 他也不知道自己昨夜到底是什么时候入眠的 只知道自己第二天醒来 耳畔便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你昨夜就一直睡在这里 掀起眼皮来 果然看到了隐莫 满魔的疑惑 他立马从地上起来 拍了拍手上的灰 对着他嘴角勾笑说道 不知道怎么了 莫名其妙地就睡着了 等下时候也已经不早了 你快收拾东西 同我一起去学家吧 隐莫说完了以后 傅思立马应了一声 回到了自己的卧房之中 带了一些必备的东西 而顾灵也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背着包袱后在了大厅之中 没过多久 三个人已经齐聚在了大厅之中 其他人也纷纷来到这里为他们送行 这一次途中定会十分劳累 辛苦无论如何 你们也得保重身体 顾夫人上前一步 神色严肃地对着他们嘱咐道 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顾灵自然是不想让顾夫人 对自己多加担心的 你们可要记清楚 我左右我同你们讲的东西 不然的话 可是会很容易露线的 隐慎也不由地上前一步 再一次对着他们嘱咐道 隐莫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神色非常严肃地对着他回答说道 我一定会牢记于心 听到这话以后 他们也终于算得上师放下心来 眼下时候也已经不早了 我们便先行离开了 顾灵说完了以后 便与他们一一道别 离开了隐家 朝着薛家走去了 众人见着他们渐渐远去背影 心中无不在祈祷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一路上顺风 就在他们刚踏门而出 隐慎突然看见一个信鸽 落在了一旁的窗台上 也许是因为直觉 他立马阔步上前来到了窗台边 把那个信鸽给提了起来 没想到那信鸽的脚下 真的绑了一张小字条 太好了 男人不由地惊呼了一声 高兴的眼眸之中 都绽放出了丝丝惊喜 旁边的人听到这话以后 也不由地纷纷朝着他这边走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顾夫人一脸疑惑问道 隐慎把手上的字条 在他眼前晃了晃 随后小心翼翼地打开 仔细看这里面所写的内容 我一切安好 眼下一道学家 隐慎自然看得出来 这是唐年的字迹 一旁的顾夫人见到这话以后 也终于是堪堪输了一口气 嘴角瞬间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我就说嘛 妹妹既然自有天相 肯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 方哥原本愁眉苦脸的模样 也瞬间消失不见 脸上绽放出了丝丝的笑意 凌儿和老爷爷自然是更加开心 在昨夜听到唐年可能出社的消息时 凌儿和老爷爷 甚至是唐一心中都开始有了私的愧疚 都觉得若不是因为自己的话 唐姑娘也不会遭受如此的东西 可今日见到这张字条以后 也算是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一点安慰 顾夫人转过头去 对着他们安慰说道 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眼下唐年没事就好了 昨日他就看穿了凌儿 老爷爷和唐一眼眸之中的愧疚 所以今天才找了机会如此对他们说句话 凌儿高兴地指点脑袋 如捣算一般 我就知道唐年姐姐那么厉害 肯定会相安无事的 众人陷入了一片喜悦之中 而此时此刻一直被他们所牵挂着的唐年 确实也没出什么事情 一大清早刚从床上起来 便觉桌上摆上了几盆早点 他上前几步打开看了看 各式各样的早点全都放在桌前 馒头 包子 还有豆浆油条 可是唐年却不由地再一次皱了皱眉头 或许是因为昨日一天都奔波劳累的缘故 所以昨日夜里他睡得特别香 今天早晨也是很晚以后才醒了过来 不过是谁把这些早点放进来的呢 薛家一个庸人都没有 又是谁做的这些早点呢 正在脑海之中细细想着 肚子便不争气地咕咕咕叫了起来 他尴尬地抬起手来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随后便坐在了一旁开始地吃了起来 倒也不担心薛家的人会在这里面下毒 毕竟唐家把他交换过来 得到了薛家那么多的利益 薛家怎么可能就这样白白杀死自己呢 一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吃得更香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薛家的早点也算得上是极其好吃的 哥儿 待他吃饱喝足了以后 便悠哉悠哉地坐在了木椅之上 看着窗外 虽说没有服侍他的庸人 但是也算得上是比较清静 而且不用担心那庸人是谁 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 正当他还坐在那里 细细地观赏着窗外的美景 书然门外再一次传来了一阵 不急不缓的敲门声 几乎是直觉 唐年觉得眼下在外面敲门的人 肯定不是薛公子 因为这手法 这力度 听起来都全然不同 进来吧 唐年刚出声说了一句 外面那人随即推门而入 唐年这才发觉原来进来的人 是一个看起来比自己 还要小个几岁的小姑娘 面红耳润 其中脸色竟然带着几分害怕的意思 小姐 我是薛公子派来侍候你的丫鬟 我叫翠儿 刚才还想着没有人伺候自己 自己也算得上是轻松得很 这竟然来了一个 唐年一时之间都有些哑然无语 第391章 人畜无害 请问小姐已经用餐完毕了吗 翠儿小心翼翼地说着 连头也不敢抬一下 唐年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挥了挥手 对着他开口说道 吃完了 吃完了 那我便先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他轻言细语地说了一句以后 这才端起东西离开了卧房 戴翠儿离开了以后 唐年在卧房之中都变得有些抓狂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地又给自己安插了一个庸人进来 虽说这个自称串儿的人看起来确实是人畜无害 乖乖小白兔 但是唐年总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阴谋 一想到这里 他的脑海之中又开始变成了一团乱马 就在此时此刻 他突然想起了昨天他偷听到的那些对话 好像是说今天他们要谋划些什么 到底是什么 唐年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朝着外面望了去 可是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所有的一切在此时此刻 又变成了一大片迷雾 让他根本看不清楚面前的方向 他苦恼的时候 忍不住用手撑着下巴 望向了窗外 可谁知这一望 竟然望到了三个熟悉的人影 语人的眼眸之中 瞬间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 他抬起手来 轻轻地揉了揉自己的眸子 再一次睁大眼睛朝着那边望去时 发觉自己真的没有看错身间一跃而起 不过与此同时 心也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他立马把其他的门窗 给死死关紧了起来 再一次朝着那边望去 而那三人的也是望到了唐年 见他安然无恙 三个人原本沉重的脸色 都稍微缓和了一些 虽说这次确实是见到了 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轻举妄动 也不能够有任何的交流 毕竟眼下他们所相隔的距离 也算是比较远的 就在唐年准备用手语给他们做着指示的时候 突然又响起了一声敲门声 他心都慢跳了一拍 随后立马把窗户给关上了 打开门 发现那个人还是翠儿 怎么了 又有什么事吗 翠儿把自己的音量放得很低很低 无比温柔地说着话 薛少爷让我一直跟在你的身旁 照顾你 他不说这句话还没事 一说这句话 唐年便越发觉得这个翠儿 而是薛少爷安排在自己身旁的眼线 可是眼下也容不得他拒绝 他只好轻轻地点点头 让那个女子进了来 我平常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 其实也不大用得上你 房间里面经过了一片沉寂以后 唐年终于忍不住开口说道 原先他在唐家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丫鬟一直跟在他的身旁 眼下他来到薛家却有了 这着实让他有些不太习惯 可是薛公子说了 以后小姐是要嫁给老爷的人 无论如何 翠儿也得把小姐服饰舒服了 翠儿说话依旧是非常低的音量 还未等唐年说话 他又抬起手来 轻轻拍了拍自己家的脑袋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再次开口说道 而且薛少爷说 小姐还小贪玩 一个人肯定会烦闷 让我多陪小姐玩玩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心中的疑惑 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意识之间 他都有些搞不清楚 这薛少爷到底是为了他好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坏心思 罢了罢了 眼下无论他如何去想 肯定也是想不出来一个答案的 不如走一步看一步 仔细看看这个翠儿 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 唐年对着翠儿招了招手 那翠儿立马乖乖地来到了他的跟前 小姐可是有何吩咐 唐年随即开口问道 你是一直都在薛家伺候别人吗 翠儿没有丝毫犹豫地轻轻点了点脑袋 原先我是伺候大小姐 只不过因为大小姐病逝了 所以就一直在打杂活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不由地再次评了评秀媒 大小姐 她可从未在尹伯伯的心中知晓 这个薛家还有什么大小姐 想着反正无论她如何去想 也想不明白 索性不如就问问面前的翠儿 大小姐 我怎么从未听过薛家还有一个大小姐 你能同我讲讲吗 听到这话以后 翠儿的脸色在一瞬变得难堪至极 她立马避过了唐年的目光 重重地摇了摇脑袋 树翠儿不能从命 大小姐的事 薛老爷不让我们讲出去 见着她的身子都开始哆嗦了起来 唐年即使心中还想去问 也不由地闭上了嘴巴 不再逼迫她了 也不知道那大小姐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就能够让翠儿害怕到如此地步 那为什么薛家这么大 我都没有看见什么庸人呢 唐年跳过这个问题 开始问到了下一个问题 薛少爷也不喜欢吵闹 所以把多余的庸人都打走了 翠儿一五一十地地回答着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不禁拖着自己的下巴 陷入到了沉思里面 在尹勃勃的信中 薛家的人可都是 非常地喜欢热闹的 怎么当他来到了薛家以后 却发现什么事情都对不上了 羽人的眉头高高地皱了起来 翠儿不知道唐年到底在想着什么 忍不住抬起手来 在他面前晃了望 开口问道 小姐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唐年尴尬地对着他摇了摇头 没事 我没事 就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想问的全都从翠儿这里得到了答案 但是唐年心中仍旧没有得到任何的解答 他依然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匪夷所思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你是要一直都跟在我的身旁吗 唐年忍不 再一次掀起眼皮望向了翠儿问道 是啊 少爷同翠儿讲了 让翠儿一直跟着小姐 如果小姐出了什么差错的话 到时候翠儿一定会挨板子的 唐年只觉头皮发麻 都开始想起来了 该如何在关键的时候甩脱这个跟踪器 可就在他坐在那里仔细想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响了起来 翠儿的神色在一刻变得慌乱 立马抬起手来捂住了唐年的耳朵 第392章发疯 唐年本来还在竖着耳朵仔细听着 谁知就突然被人捂住了耳朵 脸色一瞬变得不悦 可谁知 他还未说话 翠儿的声音便在一次耳畔响起 小姐 没事吧 见着他如此关心着急的语气 唐年方才心中的那团窝火似乎都消散了不少 而且看他这服脸色也不像是装的 他把心头的那一团怒意压抑了下去 重重地叹一口气 摇了摇头 回答道 我没事 不过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翠儿皱着眉头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 他满膜无奈地对着唐摇了摇头 回答说道 翠儿也不太清楚 想来从他身上肯定是问不到什么了 唐年索性闭上嘴巴 不再继续去问了 今日天气不错 我们出去转转吧 唐年说完了以后 便起身准备离开 翠儿倒是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点了点头 跟在了唐年的身旁 所以说在现在位置 翠儿好像都没有出现别的什么一样 但是唐年的警惕心 却依旧没有放心 他们绕了好几圈之后 才来到了大门口 唐年正准备推门而出 翠儿区立马上前拦住了他 怎么了 唐年下意识地试探开口问道 少爷说了 小姐你不能出门 翠儿神色紧张地解释道 唐年抬起手来挥了挥 嘴角勾笑 对着他开口说道 哎呀 没事的 不就是出个门吗 而且你还在我的身边 我怕什么 而翠儿却死死不愿意 从他的面前离开 唐年脸上的笑容尽失 有些不愿地开口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是把我给软禁了 翠儿立马跪在了地上 不停地磕头说道 翠儿不敢 翠儿不敢 翠儿也只不过是按照少爷的吩咐 小姐你就别为难翠儿了 见着他这服态度 唐年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翠儿又再次开口说道 况且外面都是一些草草 根本就没有任何铺子人烟出去 也不好玩的 唐年望着他这服模样 顿了片刻 最终还是重重叹了一口气 准备回到自己的卧房 也不知道有这个人肉监控 一直跟在自己的身旁 自己还怎么去查东西 可是当他转过身去那一瞬间 门外又有一阵巨声 开始响了起来 不知为何 唐年总觉得不对劲 可最终还是没有理会 直接掉头离开了 翠儿竟然是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唐年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 当他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 却发现翠儿的脸色骤然一变 好像极为恐慌的模样 见他如此慌慌张张 唐年忍不住皱了皱眉 开口问道 怎么了 他总觉得翠儿和旁人有些不大一样 他在唐家也不是没有见过别的庸人 看起来不像他这般恐慌害怕 他怎么一直都是这样一惊一乍的 翠儿见着唐年的视线 一直放在自己的身上 不由地往后微微地退了退 明天见着他如此举动 心头的疑虑不但没有打消 反而变得越来越浓 这一切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唐年越想 越觉得整个事情非常的不对劲 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开始 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谁知道此话一出 翠儿的双眸之中 像是染上了些许的星红 随后抱着脑袋蹲了下来 不停地摇着头 嘴里似乎还在轻声念叨着什么 见他这般像这样发疯的模样 唐年的心都不由地微微颤了一下 这如此空旷的学家里面 唐年总觉得这里面的人 好像都是疯子一般 他小心翼翼地蹲了下来 抬起手来 拔住了翠儿的肩 谁知当他的五指刚碰到他的肩时 翠儿便像是看见鬼一样往外面躲闪 我是灵儿 你别怕 唐年尽量把自己的声音放得非常的柔和 小声地对着他说着话 可是翠儿却仍旧没有理会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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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唐年听了好半天 这才终于依稀听到了一些东西 可是他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煤梢之上的疑惑 不禁变得越来越多 你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唐年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引导着他说话 毕竟原先他在大学的时候 也算是学过心理科这一方面 对待这种突发情况的病人 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方法的 就在他尝试着和翠儿进行沟通的时候 突然那边的门被打开了 他下意识地望那边看得过去 见是薛少爷 身旁还跟着一个一身黑衣的男子 他并不认识 虽然不知道薛少爷到底清不清楚翠儿的情况 但是他却下意识地起身 抱住了翠儿 对着他说道 今天我玩得很开心了 咱们回去吧 他刚才只不过把视线 在薛少爷的身上停留了一秒 随后便立马别了过来 装作一服没看见他的模样 此刻的翠儿嘴里依旧还在轻声念着 但估计他们离薛少爷这么远 倒也不可能听得清 带回到了卧房之中 唐年这才叫小心翼翼地把门窗紧闭 翠儿在唐年的带领之下 坐在了床榻之上 可是此时此刻 他的神情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 唐年确定门窗都紧闭了以后 这才来到他的跟前 温柔地对他说道 现在没事了 你有什么可以和我说说 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这才转过头去忘了他一眼 可是他却依旧是一个字也没说 唐年倒也不再继续说话 和他四目相对 谁知道翠儿竟在此时此刻 眼角突然划过了一串泪水 还未等唐年反应过来 他便立马上前去紧紧抱住了唐年 大小姐 翠儿等你等得好辛苦 你终于回来了 此时此刻的唐年 被翠儿紧紧地抱在怀中 一脸地猛逼 这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翠儿仍旧没有停止说话 大小姐 你可知道这些年来我有多想你 见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话必 翠儿又再一次吸了吸自己的鼻子 第三百九十三章奇怪的交流 意识之间 所有的一切像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谜团之中 唐年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满脸的猛 他掀起眼皮 一顺不顺地盯着翠儿那双水淋淋的毛子 可是心中却觉得有些瘆人 也不知是因为方才的事情在自己的心中作祟 还是因为别的 看年纪的话 翠儿应该是比他小几岁的 可是他却莫名觉得翠儿的心里好似承受了他这个年纪 不应该承受的东西 所有的一切在此时此刻全都变成了一个谜团 让他无论如何也解不开 就在他一边安抚着翠儿的心灵 一边细细思虑的时候 耳畔又听得翠儿说了一句话 小姐你放心 无论如何我也会帮你报仇的 此话一出 唐年瞬间愣在了原地 不知他嘴里到底在说着什么 当他低眸便看见翠儿的眼眸之中闪过了一丝阴暗 拳头也下意识地紧握 大有一幅视死如归的模样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够让表面看起来如此单纯的翠儿 变成如今这一幅好似旁人与他有大海深处的模样 这一切唐年都不敢细细去想 总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虽说循着翠儿此时此刻的认知 可能会对他造成一点点的伤害 可唐年却还是有些忍不住 他在脑海里面盘旋了片刻 这才开口吐出了几个字 翠儿 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此话一出 原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翠儿又开始抬起手来 捂住自己的脑袋 似乎一副非常痛苦的模样 对不起小姐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他深深地埋下了自己的脑袋 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唐年意识之间越发亚然 眉头高高的时候 起来仔细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他正在细细思虑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唐年的心突然咯噔一下 立马抬起手来打了一下翠儿的脖子 这一招还是方哥姐姐教他的 翠儿一下子便昏倒在了床上 唐年这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若是让旁人知道翠儿给他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 那他和翠儿一定都会遭殃的 果然下一秒门便被打开 薛少爷从外面缓缓地走了进来 唐年在一瞬变回方才的脸色 随后给翠儿盖好被子 上前一步开口问道 可是有什么事 薛少爷目光在他的身上停留了一秒 随后微微偏头望向了躺在床上的去翠儿 一副若有所的模样 殊不知此时此刻他的举动 却让面前的唐年心头越发地打战 唐年正了正自己的脸色 再一次挡在了薛少爷的面前 强撑出来了一个笑容 对着他开口问道 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自然是不想让薛少爷知晓 方才所发生的事情 薛少爷并未说话 在原地顿了几秒以后 这才缓缓摇头 回到了木椅边坐下 此话一出 唐年先是愣了一愣 随后如捣钻斑连连点头说道 当然记得 当然记得不就是让我不要到处乱跑吗 薛少爷抬起骨节分明的手指 倒了一杯茶 轻轻抿了一口 开口说道 你记得就好 当他把茶杯里的那一杯茶 全部喝完以后 咳了咳 随后补充道 再来的时候你应该知晓 这薛府周围几乎没什么人烟铺子 外面大多数都是树林 其中不乏有许多的真奇异兽 随便拎出来一个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不要到处乱跑 唐年有些信信然地点点头 心里却忍不住开始吐槽了起来 也不知道非要把薛府 建在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 肚子里面到底包藏了多少的火星 是旁人是不知晓的 就在他心中这样想着的时候 突磨光一亮 发觉自己好像晓得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方才自己的想法 仔细想的话 并没有什么差错 若他是一个正正常常的官府人家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宅子 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 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仔细想来肯定有他的用处 而这样换的地方 倒是能够藏下很多旁人 所不知晓的秘密 莫非这附近 也有像尹伯伯他们 所豢养的死尸那样的东西 或者是更加不可想象的东西 唐年越想 神色变变的越发严肃起来 整件事情根本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背后一定还有巨大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 他无论如何也得挖掘出来 想来若是他知晓了薛家的秘密以后 肯定对尹伯伯 还有顾灵他们有重大的好处 薛少爷看着唐年的脸色 从疑惑变得开心 眉头也不由得轻轻挑了挑 不知他此时此刻 到底在想着什么事情 可唐年此时此刻 却仍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全然没有听到薛少爷对他说的话 直到薛少爷 抬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他这才反应了过来 连连摇头说道 没事没事 这不是婚期将至了吗 说完以后 唐年的脸色 不由得变得难看了一些 刚才自己所说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才开始的时候 自己本来就是不想嫁给薛姥爷的 怎么此时此刻 自己表现出还有点小心心呢 果然此话一出 薛少爷的眼眸之中 也闪现出了诸多的疑惑 他越发觉得 自己看不懂眼前的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说出来的话 和做出来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让他有些震惊 你的意思是 你很想嫁给我父亲 唐年脑海里面 还在想着随便说一个梗 把这件事情打马虎眼打过去 没想到话还未从嘴里说出来 薛少爷便便抢先了他一步 他尴尬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张张嘴巴 可最后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片刻 这才想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抬起手来连连摇了摇说道 不 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可这话一出 整件事情却变得更加的糟糕 第394章骗不了自己 薛少爷越来越看不懂唐年的操作 开口正欲说话 余光之中便瞟到阿烈 似乎在给自己抵着眼神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来到灵儿的卧房 到底是想要说些什么 今日他来 倒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唐年心里本还想着 该以怎样的理由 把这个麻糊眼给打过去 耳畔便听得薛少爷传来了一句 你且做好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知于你 听闻此话 唐年心中先是咯噔了一下 随后照着他的话乖乖地坐在了一旁 望着他的那双眼睛 竖着耳朵 仔细听他接下来即将要说的话 可是谁知他等了好久 也未见薛少爷的嘴巴再动一动 羽人的秀眉不由得高高平起 不知薛少爷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头 就在他细细沉思的时候 突然便见眼前窜出来了一双手 他下意识地惊呼了一声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薛少爷就已经把他整个人给拥了怀中 本以为薛少爷对自己做什么不雅的事情 没想到他去死死掐住了自己的喉咙 唐年快要呼吸不过来 喉咙里面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都开始充血 连说话都变得沙哑无比 吞吞吐吐 好几分钟才全部说出来 此时此刻薛少爷在他的身后 所以他自然看不清楚 薛少爷脸上的表情到底是何模样 他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 让他一时之间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自然也是接受不了的 本以为这个薛少爷看着和和善善的 倒也不像尹伯伯书信里面所写的那么坏 断然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好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歹毒 想要在此时此刻了结自己 本想着翠儿若是醒着 还可以帮自己一把 此刻唐年简直快要后悔死了 早知道刚才他就不把翠儿打晕过去了 随着时间一分秒的过去 就连说一个字 他的喉咙也是疼得要命 唐年索性也不再继续挣扎 更不用尽全身力气去说些什么了 想来自己身子板本就薄弱 弱势和薛少爷硬碰硬话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即使自己再用力地去挣扎 那又有什么用呢 在薛少爷的力量下 比起来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值一提 羽人的眼角缓缓地滑落了 一串泪水滴在了薛少爷 骨节分明的手指之上 他自然感受得到 薛少爷根本就没有一刻 放松他的脖子 虽然即使再不想在此时此刻死去 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所有一切在今日都成了定数 唐年越想 心里的遗憾变变得越来越多 原本以为可以和他们 一直这样幸福美满和和安地走下去 没想到还是让他在今日失去了性命 似乎是都已经开始接受了这个事实 唐年下意识地微微闭上了眸子 薛少爷看着他这伏技不挣扎 也不继续叫喊的模样 心底不由地引起了一股触动 羽人由于被他死死勒着脖子 逐渐缺氧的恋家之上 泛起了些许的泛红 喉咙充血导致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整个人面色憔悴无比 不仅如此 那一行青泪像是源源不断地顺着他的脸颊 滑落在了自己的手上 看着他这幅模样 不知为何 心底竟然突然出现了一股莫名的触动 原本的计划 就是要把这女人杀害在薛家里 可是为什么偏偏到了关键的时候 他却狠狠都下不去手 他心中自然也是清楚得很 如果是自己心软的话 接下来的计划将会变得非常难 少爷别再犹豫了 再犹豫计划就完不成了 唐年此时此刻快没有了自己的意识 耳畔依稀听到了几个字 也并未听完全 阿烈至少也跟着薛少爷这么多年 薛少爷的性子 他多多少少还是清楚得很的 只要他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 他似乎都能知道薛少爷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在此时此刻 他自然也是看得出 薛少爷对于眼前的女人有些许的心软 可一旁的阿烈月这样说 他的脑海中就不禁开始浮想起 当他第一面见到灵儿时候的模样 那时他便觉得这个女孩子和旁人全然不同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他们接触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他心中的这个想法便越发的笃定 灵儿和他所见的那些女孩子全都不一样 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心中清楚得很 为什么他对灵儿有这样的异样 唐年只觉眼前都开始渐渐发黑 周遭的所有声音都听不进去了 他渐渐停止了落泪 嘴角勾起了一抹缓缓的弧度 其实死去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若是他在这里死去以后就能够回家了呢 即便心里这样想 可他自己还是骗不了自己 他还是很难过 只不过是在尽力的压制罢了 望着他缓缓勾起的嘴角 薛少爷像是着了魔似的 一下子松开了唐年 唐年整个人反应不及 身子直接朝着前方倒去 阿烈见薛少爷果然还是没有战胜自己的心魔 放到了唐年 满脸的失望 薛少爷的神情有些错愕 站在原地反应了好几秒以后 这才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世界之中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接下来 他连想都不敢细细去想 唐年身子没有稳住 一下子撞到了前面的木桌 脑袋上狠狠地磕起了一个大包 都开始流起了血来 薛少爷见着他捂着自己的伤口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连发出来的声音都是难听的要命 沙哑之急 心中又开始有一股异样的情绪 在不停地涌动 阿烈虽然心中懊恼 但也毕竟是他主人所做的决定 他自然也是不能多说什么的 只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离开了灵儿的房间 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 他就不该抱有任何的希望 吕注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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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